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的发布会上粉红群装的刘亦菲十分艳丽 而古天乐也保持着戏中的戏律风格 说其在新版倩女幽魂中 小倩更喜欢古天乐还是女少群 刘亦菲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大赞两个搭档却不谈最爱 我觉得古仔身上除了帅 他还有一种很刚毅很酷的气质 而且他也很感性 少群也是演技派的 然后他是那种很善良 内心很软 就是很善良的那个小男说 此次在片中古天乐事演的烟斥霞 要降妖除魔自然少不了打戏 只是没想到 这打戏多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我真的很久没有拍过那么多的打势吧 还要一个人抓那么多药 有一场是说我一个人抓十二级药 所以我觉得很辛苦 不仅辛苦而且还有受伤的痛苦 当初在拍摄期间 古天乐就曾银拍打戏脚步受伤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动作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个动作会真的会受伤 我受伤之后两天 有一个人才跟我说 你不如去看看医生吧 可能有机会会断了那个十字怨态 十字怨态 但是看完医生之后 他真的跟我说我真的断了 我才相信 比起古天乐 刘亦菲的动作戏也不少 不过跟古载相反 刘亦菲过于兴奋 以至于连累都忘了 我特别就是特别嗨 不是嗨 就特别有动力 所以我每天都不觉得累 据了解电影《倩女幽魂》 即将于四月上映 而老板倩女幽魂也会修复后 在同一档期上映 即使影迷朋友就能同时欣赏到两部景品了